那今天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思维供电上我们是如何发布这个代币 然后是如何操作这些思维上的一些object 那相信大家对思维已经有一定的了解 那这里面呢不要不做各多的赘述了 那我们来正式开始 我们今天的议题呢就是怎么发布这个代币 主要这个要讲的是两个不同的代币的类型 第一种呢是就是只有发布人 曾用mint的这个这种代币 第二个就是啊 第二个就是就是说所有人都可以mint的代币 那我们先来创建一个sweet的project 呃文件夹 我们用的是 这个命令叫sweet 然后moo new 那我们先讲这个 只有发布代币这个人才能mint的这个代币类型 那我们就起个名字叫private token 叫p token吧 好的 那我们这里面刷新已经看到啊 有了 然后呢我们转到这个文件夹下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 这个项目文件夹能够看到 呃moo的两个最基本的 一个就是他的配置文件 第二个就是放我们合约代码的这个sources文件夹 我们在开始之前先把这个moo 这个配置文件呢先给他改一下 因为呃相信有很多小伙伴他在呃在这个中国的 他在这个连的时候 连我们这个github这个 这个路径他其实可能会比较慢 那我们就可以把sweet的这个代码给他下到本地 然后呢我们在本就是让他这个 依赖配置在配置在那个本地的这个文件夹下 这样就可以了 好然后呢注意这里 这个是我们的呃 合约地址这里面我们不能改变他的这个地址 然后我们开始创建一个新的文文件 我们就叫p token吧 好 好的 那注意这里面我们叫p token的话 那这里面要有一个呃结构体 也叫p token 然后呢他是要有照盆 照盆能力的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呃注意我们在创建这个代币的时候 需要调用的是官方官方这个sdk的一个一个能力吧 可以这样去理解我稍等以后去打开这个 好的 我们看到 看一下 这一个 就是说我们其实创建的是这个coin的类型 但是呢他其实是要用用他去创建一种就是我们mint的一种呃能力 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创建一个呃初始化的一个代码 这个他必须是呃不能用任何修饰符 比如说p public 或者是friend的这样是不行的 那 这个函数呢 他是在我们发布的时候会自动去调用来创建我们这个p token这样一个代币 那他要传入的参数有两种 有有两个第一个是witness 然后我们给他叫这个他的类型是p token 第二就是我们的签名 我们跟官方这个写法一样就叫ctx就可以了 注意这里面 我们 如果你用的也是这样一个开发工具的话你写完之后他自动就会导入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呃导入一个官方的coin 这个模块 我们需要用到其中的两种 第一个就是他自己self 第二就是他的trash 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能力 好的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 我们在这个初始化的这一个功能里面我们要写 要 要调用 我们要调用 con 这个module里面的 create currency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呃 函数 然后他要传入的第一个参数就是witness 然后第二个参数是我们这个代币的精度 呃 官方的精度是9那我们这里也用9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自定义他这个精度 你看这个工具会提示给我们这个你要传这个参数的名字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签名 然后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们这个签名啊 一般在我们创建这个函数的时候 都把它写 写成最后一个参数 那这样的话 待我们去调用的时候 就可以不用给他去 传任何参数了 那一会我会讲到怎么去调用这些啊方程 然后下一个 就就是关键我们 创建是自己能mint的 还是由其他人可以 都可以mint的这个代币 区别就在于接下来代码 如果说我们要创建的是自己的mint的 我们就把这个能力 我刚才讲到这个能力 把它啊 transfer给自己就可以了 就是发布者 然后ptoken 发布者是啊 这些我都要给他加进去 啊这里他自动会加入这个函数的 然后这个transfer我们也要 这样就可以了 那 那到此为止呢我们就已经创建了一个这样的呃就只有自己才能mint的这个这个代币 然后呢我们可以再写一个方式就是把它 就是可以去在外部调用它 就是可以去在外部调用它 然后把这个代币 呃 mint给你想要mint的人mint2 我们就叫这个名字 然后这里面我们要需要传入的参数是呃 这个能力就是我我们在这里创建的这个这个currency 然后他的类型是 这里面一定要 他这个范式里面这个类型也要写写我们创建的一个p token 然后 我们 第二个参数就是 amount就是你要mint多少 我们给他的类型是u64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签名啊不好意思 最后的第三个参数是我们要mint2的地址 比如说我们就叫addr 然后他的类型是addressed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签名 好 那我们就可以 先去 mint代币 我们mint代币的这个 方式 这个函数呢也是用的官方这一个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 我来找一下 啊这里 你看我他这里面需要传的是三个参数 然后他法规的类型就是quan这个类型 啊那我们来 调用一下 然后这个token就叫 tk吧 然后 调用这个函数 mint cap 然后是amount 这样就可以了 确认一下 啊对还有后面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我们的签名 这样就可以了 这里他有一个问题我们看一下啊 啊 不好意思这里我们这里需要的是一个可变引用 然后呢我们就把他也是调用这个 tranfer这个这个函数 把他 tranfer到 这个代币要给到谁就把他地址写上就好了 就就就就用调用transfer传给他就好了 然后 k addi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 免得这个代币了 这样的话我们第一个合约就 讲完了啊 这里有有哪个小伙伴有问题可以提问 老师我这边有个问题 啊好的 就是那我看这个语言的呃 编写方式跟拍摄很像这个他们之间是有一些语法 就是 就是什么 还是什么 和 python 不是很像吧 就可能是 但是 我是这样 我这个 ide的这个是 JetBrain 是他 开发的一个给叫叫派畅这样一个ide 然后 对对对 所以他这个字体啊或者是看起来会比较像 只是我加了这个plugin就是mood的一个plugin 然后 至于和python的话 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 在3上面他对mood的这个实现呢 有一点点类似于我们 在就是一些 我们常见一些原理的这个面向对象的这种 这种模式 我们可以把这个这个结构体理解成 就是我们创建的对象 然后下面这些呢就是这个 呃他不是这个可以理解成够的函数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够的函数 他只能是 在发布的时候才能会被调用 然后这些呢就是相当于 比如说java mvc 结构的一些controller 就是对这个 对这个对象的一些操作 要说联系呢我这边看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联系 但是这个语言本身呢他其实和Rust是很像的 其实他就是基于Rust的开发的一门语言 我觉得和python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但我看来python是比较 应该算是一种语法结构比较严谨的语言 因为他这对这个缩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但是这里面我们其实是可以稍微的放宽一些 那好那我们继续啊 其实这个创建一个只有自己能就发布者才能mint的这样代币 其实这个叫otw one time witness 这样一个模式 那我们用了这个方式的话 那我们用了这个方式的话 你就只有发布者才能mint 才能去把它转发给其他的 address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把它发布到 sway供链上 然后呢我们再来尝试一下 到底是不是其他的 其他人能mint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里面呢 因为sway的发布呢 他呃有两个不同的方式嘛 我们今天的用的就是swayclient 这个他这个命令行 呃在正式发布之前 我想大概介绍一下这个swayclient 他的这个运行调用其实是很简单的 就是如果你有不明白的 直接swayclient 刚刚hap或者是 直接写hap也可以 他就会提示 我们后面的这些 有哪些参数可以去传递 然后我们该怎么去点这个命令行 然后去调用 那我们 最常用的目前来说最常用的有几个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就是 active address 就是我们在刚装好 sway之后 然后你去 去去 第一次启动这个 第一次调用这个swayclient 他会 给你创建一个 这个地址就是你当前这个client 用的是哪个地址 他会给你创建一个 然后呢 下一个就是new address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测试啊 需要发布到链上去做测试 那我们就可以 用new address 创建多个地址 然后 再用 这个 switch 把他把当前你这个活动地址给他 换成别的 换成其他的你用创建好的 注意 我们这里啊 假如说像我这个地址就是 这是我这个 钱包地址 就目前 目前就是这个钱包地址 他不是通过 这个new address生成的 那 可能去 把他 就用这个switch 转换转换到这个地址下的话 可能就不成功 他说 这个地址没有在switch的管理之下 这也可能是 目前是我这边测试过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call 就是这个是我们调用这个 合约的一个命令 最后一个是什么 就啊 最后两个吧 一个就是object 就是看我们现在 这个地址下有哪些object 然后呢 publish 就是我们要发布 我们这个合约 好 那我们先来把这个合约发布一下 这个发布 这个 发布合约的话 这里面他其实也是可以 你要 用help去看 他这个 publish的时候需要传递哪些参数 你这里可以看到 然后其实是官网也有也有介绍啊 这里面比较重要的就 两个第一个是 那个guest budget 就是每次你去 应该说是就是你你发布这个合约的时候 你消耗多少guest 这是第一个 第二就是你发布的这个 这个合约包他在哪一个命令 那个在哪个路径下 就这两个是比较重要的 其他的我这边也没有遇到过 我们看我们可以看这里面就是我我这个发布的这个 这个第一个命令我们把它改一下 就因为我们这个 拍个这名字叫 P 偷看我们这里要改成P 偷看 然后我这个他消耗的在消耗的那个盖是三千 呃三万 我们这样 去调用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啊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这些代码我后面会把它上传到 水博的这个官方的github下 然后可以分享给大家 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去看啊 好 那我们现在啊 不好意思 我我还是要 换一下地址 因为我我这边当前这个活动地址会 当前的活动地址已经有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好这里我们有三个地址我把它 转换到这个地址下 好这样就没问题了 他这边这边已经提示我们活动地址 已经转换到这个地址下 那我们来发布一下 好 嗯 这样就发布成功了 然后 这个我们发布成功之后呢有会有一些 message 这里面其实 他并说说的并不是很明确啊 比如说他创建了两个新的object 然后呢 啊 muted 就是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那个改变的意思吧 就就是改变了一个那个object 这里面他并不能我们并不能看出来它是什么东西啊 这两个ID 那我们可以到这个 他3的一个浏览器下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刚才转换的这个地址然后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就是他 有一个 IFT 这IFT 其实就是 当前是object 我们暂时可以 这样去理解 然后 我们看下面 他这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transaction下面有一个类型是publish 我们点这个transactionID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create 这一 这部分有两个内容 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 好 那第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你我们在 呃发布的时候他会自动去执行这个呃 函数然后他会发布 呃应该说是创建一个一种能力就是我们发布这个这个 mint代币这个能力那这个能力他的ID呢是 是是这一个我们先把它copy下来 好看一下 我们先把它copy下来放在 放在这里吧 然后第二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这个 创建的是什么东西 好 第二个就已经很明显了 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合约代码 啊 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什么需要记住的是他这个 objectID 这个也就是 我们一会去调用合约的时候需要用到的一个 package的ID 我们把它放在 下面 好的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去 在我们发布这个地址下 去 去尝试去mint这个token 然后我看一下啊 好那mint的话 他呃 他去他去他去调用的时候他需要执行这个命令啊 就是sweetclientcon 这里面有很多 参数需要我们传递 注意就是 呃我这个当前你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其实是可以调用 呃 sweet官方的这一个合约去mint代币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他这里面需要传递一个呃 代币的类型 那这个比较麻烦那我们就 还是用 我们自己的这个mint方法 其实也就多一行的问题 好第一个我们看package 这个是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package的ID 我们把它 放在这里 然后module就是 我的module叫什么 module叫ptoken 那我们这里改成p token 然后 我们要 调用的 函数是mint2 好 mint2就可以了 然后 这次执行 我们调用这个合约 我们 调用这个合约需要消耗的gas是1万 你们写在这里 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我们看这个函数啊 第一个参数是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类型 那这个能力类型 我们需要把ID传过去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是数量amount 我们这里直接写 写对的吧 写 2万 最后一个是 地址 啊 那个这个这个地址的话 我们就 先 先并得到自己这个地址下吧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先我们去尝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成功 好 那他没有报错 就说明我们 这个合约调用已经成功了 然后我们到 这个地址下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有 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代币 好的 看这里面已经有了 这是我们我们刚才命的代币 2万 白脸是2万 然后 这里面 已经 就是 这个ID呢 就是这个 这一个代币的ID啊 如果说我们代命的一笔的话 我 代 我们代命的一笔的话 这里其实他会显示 object是有两个 我们刚才尝试一下 我们这次呢 给他改一下这个数量 好的 好的也成功了 好 这里我们看到 他是有 两个object 然后 第一笔是我们 mint的是2万 第二笔 mint的是1万 好 那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是因为 这个合约呢 是由这个地址发布的 所以呢 他调用的话 没有问题 他去mint的话也没有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换一个地址 我们换成哪个地址 换成 我看一下 3 client 好 那 我们就换成第二个地址 看看能不能 去mint 好的 好的 那这边已经提示 我们活动地址 转换到这个地址下 然后我们让 在这个地址下去调用 同样的一个代码 看看他能不能mint这个 我确认一下啊 好的 看能不能mint这个代币 好 这里面已经报错了 其实 错误题是这里面 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 就是 Error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is owned by account address 就是说你这个 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 这个 mint的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 它是由这个address 擁有 就是在他的下面 所以呢 你用这个地址去mint的时候 才会报错的 你是不允许去mint的 啊 那我们再 回到 回到 原来的那个地址 原来那个地址 原来的那个地址 是让他mint到这个地址下 啊 我们再把这个数量改一下 为了方便区分一些 好的 这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们去这个地址下 看一下有没有Ptoken 这样一个代币 啊 好 好多 乐器八道的东西 看这里面 我们 mint了这样一个 Ptoken的代币 然后他的balance是 5000 好 那这个 这样的话 嗯 只有自己能mint这个代币 我们已经 演示完了 那我们继续讲什么 讲这个 所有人都能mint这个代币 其实他很简单 他和 和这个代币呢 只有 一点点的区别 好 那我们把路径回到上一层 我们再用 sweb.mo.new 创建一个新的 呃 文件夹我们叫 这个是private的token 我们叫share的token吧 s token 好 刷新一下 啊 已经有了 那我们 转到这个文件夹下 好的 那同样呢 同样的淘汰我们再来一遍 把这个 配置文件改一下 不好意思 对你们的那个如果说想要配置 呃本地的这个 依赖的话 注意这个 注意这个路径的地址 就是他 一定是正确的 你这这个这个 这应该是一个相对路径 如果你写绝对路径的话 我没试过 你可以试试绝对路径可不可以 那我们继续 我们一样 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module 一个 我们叫 s token 好的 然后呢 我们这里 上面这些 我就直接copy了 其实都一样的 然后我们这个结构体的名字叫 啊 s token 他也是要有 呃照可能力的 啊 一般的话 我们这里面就是说这个 你模块的名字和结构体的名字要 要一致的 就是说这个名字 就是这个结构体 他要大写 这是我们 一个 木的一个写作规范吧 然后呢 我们一样需要一个initial initialized的一个function 这些参数呢也都是一样的 s token 然后需要签名 然后呢 区别就在这里面 我们我们看 我们是把这个能力 给他 发发给了 就是说 发布者 因为呢 他这里 这个函数的 呃 功能就是 呃 就是获取 当前调 就是你调用这个合约 或者是发布这个合约的时候 他当前执行的这个地址 那我们这里面呢 是我们同样需要这个 能力 他也是 调用 credit currency 然后这里面需要 witneys 然后同样是9个精度 然后签名 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需要 把它 不是穿斯佛给自己是要 share object cad cap 就可以了 这样就没问题了 然后呢 其实这个 这个是可以把它写到一起的啊 我们 我们可以把它写到一起 不用创建一个变量 然后 就是有 其他的大神 讲过 就是如果我们变量用的太多的话 对 gass的消耗会很大 所以 如果能 能不用 变量的话 就不用变量 那我这一点我也没有验证过 就是如果说大家以后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这样就没问题了 那我们 这个poken我们就可以 所有人都可以去mint 那接下来我们也尝试一下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方式稍微改一下 把这个方式稍微改一下 我们就叫mint mint me吧 然后我们不需要这个地址 我们只需要 这样就可以了 啊 同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它 直接放在这里 不用这个变量 这样就可以了啊 对 注意 这个类型的 办事里面 一定要写我们 这个token啊 不要用其他的token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 嗯 嗯 在这之前呢 在我们 去呃测试他之前呢 我们 其实还有一个话题要讲 就是说怎么去操作 呃 这些object的 对吧 这里我们也 也就一起讲一下吧 就 因为 呃 我不知道有 有没有小伙伴就是 第一就是最开始接触 啊 所以的时候发现 就是他这里面的object 我们好像 没有一个方法去 能获取到这个object的一些信息啊 就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机构体 start ob 不要obj 叫obj obj tk tk 吧 然后 has k start 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结构体的第一个字段一定是id 然后他的类型是uid 后面的话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什么balance 叫u64 就是说我们 我们这个 去看他的官方 sdk文档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说有 类似于像get object这样的一个排数 然后可能最开始会有疑问那我们怎么去操作他呢 其实呢 这一点其实就是我们尝试一下就就就知道了 我们在 这里面比如说按我们操作一下这个代币 比如说我要 pay cone 对吧 那也就是说我们 要把一笔coin要消耗掉 消耗一部分 这里面比如说这笔 这笔我要消耗一点消耗一千的话我要该怎么操作 我们先有一个什么coin类型 self 叫这个名字 然后他一定是一个 可变引用 他的类型是 ststoken 然后你要消耗多少 value 最后就是还是我们的签名 哦 这样就可以了 啊 这个我没有把它加入进来 好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看 这个是我们的要消消耗的这个代币 他的对象啊 这我们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对象 那我们该怎么去消耗他 我们首先要从里面去 我看一下就是 那我们从里面 我们我们先把他里面那个余额给他取出来 corn byless 然后我们调用 corn这个里面的有一个 返回可变 余额的这个可变引用的这一个函数 你直接就传 sif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需要 我看一下啊 我们需要在这个从这个余额里头拿出 这么多来 那我们就要用调用 balance 里面的 我们看 balance 里面有一个 那里面有一个 split 这样一个函数 balance 我们看 他是要 把这个 balance 从这个balance 里面 消耗掉一部分 然后再把这个消耗掉的这部分 创建一个这个balance的一个结构 然后 勾到一个这样一个balance给他返回出来 那我们这里就要 调用这个方式就要调用这个函数 配的 Balance 配的 Value Balance 再把如把它 加入进来 这什么情况怎么还是红 可以了没问题 然后我们这个范式也给他一下给他传一个范式 Astoken 然后他这里面要求传的两个参数 第一个就是 Coin Balance 就是我们这里创建了一个可变的引用 然后 我们消耗掉这么多币 好 可以了 那我们 把它从这个预约里头 够出来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 就是这个币你你接下来你可以 可以用这个 你扣出来这部分余额 再生成 再去去创建一个新的币 也可以把它给拨人掉 那我们首先 先那个生成一个新的币 配的 Coin 这个应该是用 from Balance 就是说 Coin下 Coin这个module下有这样一个函数 我们 可以用这个Balance 生成一个新的币 就可以了这 然后呢我们这个币生成完之后呢 如果说我们这里什么都不做 那我们build一下看看他会有什么 提示 好 这里我们看到了他说 这个 啊 这 safety 啊没关系这个不是 他重要的问题是在这里 他说他没有照片能力 啊 那就说明我们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 我们创建好这个BID之后 我们没有把它 去发布给任何的 把它发发送给任何的地址 就这样放了的话 他是不能被消耗掉的 他不能就是在这个 当前下他 处于一种游离状态 这样是不可以的 我们需要给他消耗掉 消耗怎么消耗呢 我们可以把它 用transfer给的 发送到别的地址 或者是我们给直接给他 混 他这个部分的话需要传入他的 能力和 这个能力 我们等一下 好这样就没问题了 那那我们接下来就再看一看 水木 6的 好就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没问题了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发布他 发布这个合约 我们同样是用3Client 啊这个可以的 那我们一样 要用同样的命令去发布他 我们刚才是PToken 这里用SToken 好 好那这里我们看到 跟刚才不一样的是他 他有一个share的这样一个提示 就是就是也就是说我们 在这个 这个代币我们share之后呢 他就是说 每一个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能力啊 是这个这个这个能力 那我们把它 它 稍微过来 四节码 我们看这里 好 那我开地址一下 mint 一下 看看是什么样的 这个s token 然后 然后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函数的这个参数是只有两个 因为最后这个签名我们不需要 不需要传 所以就只给两个就可以了 我们也要 我们命的带来一个新的数值吧 1000 好 没有报错 那我们来 去那个浏览T 浏览器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已经有了s token 好 这里已经有了 我们命的了 1000 是这个地 这个地址发布的这个合约 然后他 命的了1000 那我们再来换一下其他的地址 我看看有没有 保存的命令 这个 我们 我们转到了这个新的地址之后 我们再来 去调用一下这个 合约 他也命的1000 好 同样这里 也没有报错 那我们 去浏览器看一下 好 同样他也成功了 好 同样他也成功了 1000的 s token 没有问题 那这个就是 如何创建一个 所有人都能mint的一个代币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去怎么去 操作他啊 就是说我们要要用的是这个 函数 那 那他的 他的这个 package 我们就不用改了 我们需要改的是 function 这是第一个 然后看参数这边 第一个参数是 他的类型 那我们这里这个第一个参数也是的类型 然后第2个是什么 是coin 就是那我们看一下这个coin的id是什么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这个coinid是 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把它 放在后面 第三个参数是 你要消耗多少 那我们就 给他消耗掉 我们写一个 不是整数的 342个吧 然后最后一个是签名我们就不需要写了 然后我们来调用一下 好也没有报错 那我们回到浏览器看一下这个地址的代币是不是已经减少了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是1000我们消耗掉342个之后 这个余额就变成了658 这样就没问题了 但是要注意的是 他虽然说这个 我们这个能力是 capacity 这个 能力是 share的是共享的 但是呢 这些你mint到自己地址的token不是共享的 所以 我用这个地址去操作刚才那个地址的代币是 不可以的 我们来试一下 看刚刚的地址是多少 这个 这个这是刚才的地址 这个这是刚才的地址 然后他的token是 我们给他 再来消耗五分了吧 好这里你看他报错了 然后下面提示也比较清楚就是 这个 这个 这个coin 这个这个object 它是 属于这个地址下的 我们不能去 但是我们这个签名 我们调用的调用这个 函数的地址是这个地址 所以它是失败的 不允许我们这样操作 好的 那基本上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一些 接下来的时间的 对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有小伙伴想 想了解一下怎么去 去配置这个 Ide 那 首先我们去到 看一下 我们去到 我们去到 呃 这次 这次brins这个 官方官方网站然后 他这里面呢 其实有有很多 你看developer tools有很多 这Ide 他这里面有很多你可以随便 下载哪一个都可以 但是这些好像都是付费的 然后我这个呢 其实应该是轻量级的就是 不需要花钱 但是至于怎么去 去 复取到这个 轻量级不花钱的呢 我已经胖了 就是你们可以自己去 看这个官网研究一下 他这里有关 也有中文地址 然后你下载一个之后 随便下载哪个都可以 你到这个plugin里面 我看看啊 plugin 我们随便点一个吧 啊这里allplugin 我们点一下allplugin之后 搜索mue 就可以 然后找到muelanguage 然后 在这里他有下载 啊 点一下就好了 啊 这里我已经装好了 他会 他这里面就没有了 正常的话 他是要下载一个 下载一个包 我看一下我这里有没有 啊这里呢 他会下载这样一个包 你下载好之后呢 然后 下载好之后 下载好之后在 配置里面 找到 plugin 然后你要点这个 这个这个齿轮 然后下面有一个 install plugin from disk 然后你就选你刚才 我说的那个包就可以了 不是解压 不是解压之后的 还是 就是他是一个zip 一个包然后open 他会自动就装好了 就配置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喂喂老师 他这个 所以 就是说这个mue的一个那个测试问题 有没有什么 呃 就是说您平常那个做一个 mue语言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测试 在随上 还有的话就是说有没有那些脚本进行一个测试 这些 代码的 这一块啊 可以不可 所以测试呢 这里啊可以 所以测试呢 其实就是官方也也给出来了 就我一般会用 呃两方式 第一个就是我看一下 这里面他有一个test 我们需要用到 呃官方的一个看一下 这样一个 这个 这个叫 test scenario 这个模块 去进行测试 我们可以把测试的测试用力写在 你当前这个模块下 需要用那个 token 那不 sorry test去 描述一下 你下面这个 那就是说你下面这个函数 就是要去测试 啊 比如说test mint 哦 然后你去写你的测试的那个 测试的 代码 然后呢 他这里面就是怎么去用呢 在那个官方的 Document的下 他也告诉我们了 就是说我们需要 看这这些是他的例子 我们需要用到的就是 test scenario 嗯 啊这个是错误一个一个示范 我们需要用的是一个test scenario 这里呢 嗯 对就是这是第一种啊 第二个就是你测试的时候 你下面要有一个 测试的包 啊测试的文件夹 就叫test 然后这里面的话比如说你这个module 这个module叫p token对吧 那我们需要给他起一个名字叫test 就可以了 然后他 他我们 然后在这个写好测试的逻辑之后 运行 3 目test 就可以了 然后去看到你 看你这个 逻辑写的是对还是错 这是第一种 第二个就是像我刚才 直接发布到 呃 代物那他下 就是他的 开发开发开发网上 去看一下我们这个 写的对与错 然后其他的 目前我这边都没有用的了 啊 了解 也就是说他那个 呃他写的测测用力也是可以用那个木源来写的是吧 对对对对 是的 呃 这块的话 用木源的话就只能是通过脚本调用吗 或者说 啊在前端里面集合能不能 呃在还有两种中进行一个调用呢 啊他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这个 用这个 呃用这个命令用用命令行去调用吗 第二个就是用这个 这种这个方式 这个这个75 就我也没有尝试这个这森那个方式 这个应该是从前端 看这个前端是怎么去操作的吧 怎么去调用的 这里面会有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有好多 他这里面有很多这森的一些 内容 应该他比如说配呀 gat translation gat row gat object 这些都有的 我这边了解到目前就是这两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就是命令行和这森这两种方式 评论区有一位伙伴问到 呃首先是命的权限 是否可以由 onor账户命得到任意一个账户 任意一个账户 老师您看看能否给解答一下 这个是不可以的 因为什么就是你这个initial 这个他只能是在 我们发布的时候去 才能执行 然后 如果你想把这个权限共享给 就是发给别人像这种的话 你发给其他的地址的话 这个 好像是不可以 我这边确实 我之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是 没有成功的 就因为你这个 传递这个参数的时候是 不知道该怎么去传递 尤其是这个参数 下一个就是 结构体的一些东西比如数量是怎么进行一个swap 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在那个结构体里面有一些 操作他其实都可以用 我看一下 就是用这个 balancing 就是我们 我不知道我我的回答是不是回到他的我刚才那个那个小伙伴的问题啊就是说 你们在 那个创建结构体的时候比如说叫 pk sq 我说 你可以把这个 第一个肯定是id啊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数量比如说 score 给他 就是说 给他 就是把他的类型设置成balance 然后里面是有这个代币 这样一个方式 然后 就当你去你要需要操作的时候你就去操作这个balance就可以了 多次的mint的时候object不一样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次 mint 他都是调用一个这个 调用一下这个mint就是 coin mint这个函数 然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coin他的那个函数是什么 mint 这里 你看他是 他每次都会你看他都会调用object的new 这一个函数去生成一个新的id 所以说他每次 每次都不一样 然后 其实如果说你觉得多个object的比较麻烦的话 我们其实是可以给他 合并的 合并的时候需要用的是p 里面有一个 看一下 draw 这个这个 调用这个函数就可以把 这个 这个 项量里面的这些 多个 coin object 给他合并到这个object里面 调用这个函数就可以了